高峰啊 听说还挺成功 哦 做成了 留在泰国当娘娘了 那是真挺成功的 那错不了啊 错不了 说最近没看小剧场有郭德纲啊 呦 您也怎么 他一定得出事 这么多人都盼着他出事 是不是啊 那您出点什么事啊 听说了 听说郭德纲啊 开一个三千万块钱的汽车 哇 三千万 三千万这样 他开车 郭德纲开三千万的车 他掉沟里了 哦 开车掉沟里了 结恨不结恨 太太结恨了 哎呀 我都刚开三千万的汽车 掉沟里了 我听说都结恨啊 看你看这玩儿啊 就大伙得想 对呀 听说通过 这得摔成什么呀 就 于谦呢 哎呦 到我了 你看这玩儿 人没有 说没有头疼脑热 感冒发烧的 哦 于谦有点小问题 我有什么小问题啊 于谦正挖沟 汽车掉下来了 和这玩儿 让他砸死的 我们俩在医院碰去了 都出声 哎 我的 这是小事吗 可不是大事啊 大夫下坏了 赶紧出 大夫给我 来了一个穿可贴 哎 您就受这么点伤 呦 穿可贴 疼的我呀 那是有小口吗 哎呦 护士姐姐们 搂着我 哄着我 怕我难过 活动活动吧 这些 于老师还想 于老师 于老师跟我那车 涨了一块儿了 砸车里头去了 哎 大伙儿 拿勺拿筷子往外摘一拟 我好家伙 我都砸碎了 和这 就是你总部演出 观众就会想 这不用这么想我 哎 所以说要多说像 哎 我们常跟观众见面 我打小学像 后来到北京发展 是 我印象很深啊 离开天津那年 我十六岁 哦 到现在我也是一个 年近半百的老人 哎 您不至于呢 小半辈子都干这行 也实在是没出去 您客气 说书 说像 唱戏 干别的我也不灵 嗯 也难为大伙儿这么捧 这么支持我 侥幸致辞 您客气了 没有什么能力 他实话实说 嗯 就是一说下 好好说就行了 是 都是得利于 于老师这些年帮衬我 您 我可不敢当 郭德纲的艺术 说句良心话 在舞台上 顶多占百分之十 呦 那那百分之九十呢 于老师和他的家人 哎 您把他们也都算了一头了 啊 人家好多朋友们 确实指责郭德纲 他们说您什么呢 听你说这么多 项上在台上 竟说于谦的父亲 啊 于谦的媳妇 于谦他们家里人 如何如何 怎样怎样啊 啊 你这个没有什么能力 就只能遭尽捧根的活着 是这么回事吗 说的我真挺惭愧的啊 真是吗 人家就眼睁睁问着你 郭德纲 哦 那么多艺术家说项上 谁在节目里边提过于谦他爸爸 啊 凭什么都说我爸爸呀 他们说他们的呀 你说这玩意怎么办呢 啊 项上他是假的呀 因为项上 无外乎 第一种故事 是我的事 是 一上来 我们家有什么事 我舅舅如何 我大爷如何 我爸爸如何 嗯 第一种就是说我自己 有 第二种就是说他 那就搭档吗 于谦他爸爸 于谦他舅舅 第三种是一个第三人称 说他 能不用就不用 尽量不用 他离着远呢 是 我们俩站着说 非得说我们邻居啊 哎 河北区哪哪大街 住一王大爷 非得说这个 观众还是想 河北区我去过没有 你去过河北区吗 没去过 我南开的 你哪的 他俩一走时 这故事全过去了 包废也耽误 就是这一句话 他父亲如何如何 嗯 观众一看 哦 他爸爸是那样的 你叫这多直接呀 你也不能说观众 你说说谁 我今天说一个事啊 这个人 就那个胖子 就是他 好 我没说完 他菜刀扔上来了 那是人不干呢 坐意难就难在这儿 是 只能说自己 现在你说自己都有问题 不成啊 不让我说于老师 其实你们是不知道 他台下分钱的时候 乐乐都不行了 嘿嘿 你提这干嘛呀 我小时候说相声啊 我是捧根出身 您也站桌子里头 我在桌子里边 站了十二面 或 谁站在外头 谁说我 也一样 郭德纲他爸爸如何 郭德纲他大爷如何 因为这个词就是这么写的 角色 跟您看电影不是一样的吗 他粘个胡子 他就演他爸爸 那都是假的呀 怎么到我们这都是真的呢 是 我说了您都相信 您这个脑子就别买票了 就 所以说艺术不容易 我们讲究的是雅俗共赏 我们常提这四个字 雅要雅的那么俗 俗要俗的那么雅 这是辩证关系 单纯的雅和俗不成世界 这单纯的雅俗都不成 那当然了 这些东西是虚构的 它是一个故事 您出这门您不用往心里去 我台下真见着于老师的父母 我哪能那儿说话 那是很恭敬 规规矩矩矩矩的 是 那个老头老太太 你们哪知道多疼人呢 挺好的 要是 要是 好 好 谢谢观看